上赛季常规赛MVP哈登在球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而这一次他决定在场下也要展示出自己的价值,那么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? 很简单,做慈善,这个周末,哈登先是举败了慈善美球赛,然后还要举行慈善篮球赛,这些比赛的收入将会用来提供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,而哈登就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 先来看看哈登的慈善美球赛,这次比赛队友保罗、塔克和格林都非常给面子的参加了,虽然他们肯定更加愿意去打篮球,毕竟隔行如隔山,强如乔丹去打棒球也很难打出名堂,不过没关系,仲在参与,最后的结果是哈登这一队输掉了比赛。 不过他表示这样的场合胜负并不重要,自己很享受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过程,而果健的官方社交媒体也做了相应的报道,如果说今天的比赛只是一道开尾菜的话,明天的慈善篮球赛,绝对是一桌大餐了。 果健五元大将哈登、保罗、塔克、安东尼、格林全都参加,这都可以排出一套首发阵容了,塔克打中锋。 钱光打大钱,格林打小钱,后场就是灯泡组合了,可惜卡佩拉还在中国参加活动,不然火箭就是全主力参战了,而参加的其他球员可谓是大牌云集,多明显明星球员前来捧场,其中包括刚刚换了东家的德罗赞, 现一三双王威少,东部墙里库勒沃尔,西部的强心秀米歇尔,还有凯尔特总经理安吉的干儿子,罗奇尔,以及莫里斯兄弟,还有当年火箭发带三兄弟之一的约石史密斯, 另有一些年轻球员,比较出名的就是达隆福克斯和杰士的罗伊斯奥尼尔,值得一提的是哈登的好兄弟威少,这次是特意抽出时间来大力捧场, 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他们两人的兄弟杜兰特却并没有被邀请,看来雷霆三少这次很难聚首了。